各位投资朋友们晚安,欢迎收看选股SOYZ,我是路易斯 大盘指数今天下跌了47点,跌幅0.44%,成交量1197亿 那近期来讲的话,在8月30号这天带量突破1054的关键黑K棒的高点之后 行情持续的震荡走高 在这个震荡走高的过程当中,路易斯一再的提醒各位投资朋友们 目前的大量成交区间的压力位置在10750到10850附近 近期来讲的话,指数缓步跌高来到这个区间开始收一些十字K棒 那今天就有一个比较显著的跌幅回来 这也是路易斯跟各位投资朋友们在上周的影印就跟各位报告的 先蹲后跳,先蹲后跳 那这地方来到这个大量成交区间的压力 路易斯建议各位投资朋友们,你手上有持股的 稍微做一些减码的动作,甚至是落代为安 保护好你的战果,保护好你的资金,比什么都来的重要 那为什么路易斯认为下周的行情,甚至是这周的行情 先蹲后跳的机会应该是比较高的 原因在于筹码面 我们来看近期的筹码 近期不论是在外资的现货 可以很明显的买盘开始回荣了 期货的部分,未平仓量已经来到近期的新高 代表说外资对于后续拉台指数是具备有一定的信心的 所以这个地方当然来到了一个相对大的压力位置 路易斯认为在筹码跟技术方向不一致的状况之下 我们应该先留意什么,留意大量成交区间的压回的走势 压回之后如果下方的大量成交区间能够成功的守住 后续的行情自然有机会震荡走高再度往上攻击 那当然这也是建立在于我们说筹码面非常稳健的状况之下 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外资对于我们的一个台股指数的一个后续行情 依然是具备有蛮大的一个企图心 所以后续正当拉回只要能够守住大量成交区间 加上指数依然具备有上攻的动能 那我们来看一下在OTC指数部分 那OTC指数部分今天也很明显 近期是不是连续收了三根很长的上一线 今天是马上关一个黑黑下来 跌幅0.66% 那今天当然跌幅比较深一些 中小型的股票今天盘面上也呈现 不少有开高走低的一个状况出现 所以这地方后续来讲还是一样先蹲后跳 只要指数能够来到大量成交区间指叠 筹码稳健的状况之下 后续都有转强的机会 所以路易斯也会在盘式即将转强之际 分享新一波的藏宝图 供各位投资朋友去做选股上的一个参考 那大盘指数部分路易斯认为 一样先蹲后跳的这个逻辑思路没有任何的改变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盘面上 比较强劲的一些类股 或者是投资朋友留意的个股 那以今天的类股资金流向来说 这个地方 好 多数的类股今天当然收跌 那今天大盘当然是跌 但多数类股是收跌没有问题 不过我们看近期来讲 像这个金融保险 第一档红三兵的时候 是不是路易斯有跟各位投资报告 这一波是由电子旗涨 半导体旗涨 拉抬什么 拉抬指数 那金融是不是做助攻 金融助攻这个地方 创新高了 对不对 创新高了 代表说金融的地方确实是有显著的买盘涌进 今天涨幅将近有一个百分点 那相较来说的话 电子跟半导体 今天都有明显的一个 拉回的讯号出现 那我们以我们全资股比较重的半导体来说好了 半导体近期来讲的话 跟大盘指数一样有过高拉回的疑虑 那这地方大量成交区间是被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是半导体目前类股K线的重要防守区间 这个地方只要没有跌破之前 半导体指数依然具备有多头向上攻击的动能 我们持续上看即可 所以近期来讲的话 我们的半导体指数跟我们的大盘指数 其实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后续的行情 值得投资办法留意 先蹲后跳的效应 那现在盘面上有比较强劲的类股 强劲的个股甚至是值得留意的 我们看强势股的部分 那强势股的部分像是在黄田 瑞宜 亚德克工具基的部分 那工具基的部分我们看一下 我们切换到我们的系统来看 亚德克这行个股通通会发现 外资近期都有小幅度的买盘在进来 投信也在买 大物数码比率是攀升的均线维持多头排列 而且是纠结后即将开始多头发散 今天也是有数量的 那这地方的大量成长区间 目前是站稳的 而且是站上的 所以瑞宜森为亚德克上个股 底部打出来了 这个地方有转强的讯号出现 在这个大量成长区间没有跌破之前 工具基当中的亚德克 是投资票们在操作上 可以多加留意的标的 当然我们谈的亚德克工具基 我们也可以来看一下2049的上银 上银上个股也是一样 外资也在买 大户也在买 均线维持多头排列 后续行情 当然震荡走高的机会 依然是比较高的 所以近期来讲的话 瑞宜森为大量成长区间没有跌破 工具基的两档主要的个股 1590亚德克2049的上银 都是投资者们在操作上 可以多加留意的标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近期 跟各位投资者们 谈到的我们的一个长宝图的部分 那我们长宝图提到的 像是近期是不是有 分享到国光升 分享到玉太 那在冷革舞动明显转弱讯号 瑞宜森已经在我们的LINE群 跟各位投资者们 做及时的一个分享 我们来看智慧 智慧这两个股 外资投信的买盘很稳健 刀传滑比率攀升 均线维持多头排列 并且站稳近期的大量成交区间 这两个股尾盘是不是拉上来 投资者们去思考一个逻辑 今天9月10号 所有的公司 必须公布上个月的财报 尚有点营收 那智慧还没有公布 但尾盘往上拉 这代表什么 代表后续的营收 开出来或许是一个很亮眼的成绩单 所以这个地方尾盘才会有买盘进驻 所以这场各股绿胜围 投资者们可以期待一下营收的部分 期待一下营收的部分 好 那我们在昨天 9月9号 有跟各位投资者们谈到了 像是在DRAIN族群跟平概股的部分 那DRAIN族群南亚科来说的话 一样站稳 当然成交区间 整理来说筹码还是非常的稳健 再度向上攻击的机会 依然是比较高的 投资者们可以继续留意 那在预新关的部分 就是平概股 那其实平概股 投资者们会发现 接走势非常弱势 对不对 营收8月份开出来是创下了新高 不过今天开盘就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竟然开低 竟然开低 开低代表一件事情 投资者们留意 如果一档股票真的要起涨 真的要往上攻击 营收亮眼的状况之下 为什么会开低 所以这地方开低 其实就是投资者们 市场给投资者们的一个警讯 这也是路易斯要趁这次的机会教育 跟各位朋友们分享 当一档股票 我们要进场介入 往上攻击的时候 开盘价是不能开低的 只要开低代表说 这档个股可能短跌到会点 遇到一些麻烦 甚至是有一些状况出现 虽然外资投资的买盘很稳健 不过今天的盘坏来看 应该是有大幅度出货的现象 所以这档个股 当然你没有介入投资者们 当然恭喜你 我们成功避开的风险 那这档个股 路易斯也是拿来做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育 开盘价开低 就是有问题了 就是有问题了 那上有购股我们就不要太积极地去做介入即可 当然如果你对近期操作上 你有兴趣的投资者们 1590雅德克 2049上映工具机的部分 投资者们可以多加的留意 当然近期路易斯在9月21号 有一个群应期会的演讲 路易斯一直希望可以帮助各位投资者们 在操作上 在选股上能有更精确 更明确的一个选项跟逻辑 所以当天的一个演讲会当中 路易斯除了分享我们的逻辑之外 还会分享还会赠送一个免费的小礼物小惊喜 送给各位投资者们 当然也是为了感谢投资者们多年来的支持 那这个小礼物 除了可以帮助投资者们操作更得心应手之外 你在选股上面也会更有逻辑更有心得 所以对于路易斯的一个选股逻辑 你认同的你有兴趣的 欢迎来路易斯的一个讲座 路易斯会免费为各位投资者们公开的解答 好那当然你有任何的持股问题 一样可以私讯我们一个line群的小编 路易斯会再统一做回复 我们今天的影音就到这地方 祝福各位投资者们 明天操作顺利 明天见